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尼克林頓的媒體閃電戰已經開始了 她在紐約班聖諾布書店開始了新書推介之旅 政治評論員和記者說這部書顯然和她可能在2016年再度出馬競選美國總統有關 不過希拉尼克林頓至今還未有公開宣布猶豫參選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安尼吉爾蘭從1990年代起一直報道克林頓 這部回憶錄艱難抉擇 重點描述希拉尼克林頓擔任國務卿時所作出的抉擇 並探討她關心的事業德雅爾維斯是婦女公共行動計劃的主任 這個項目是希拉尼雄幾家美國女子學院在2011年發起的 Cescrit Clinton has put in a lot of effort to first to amplify women's voices around the world women galvanize around her leadership she's not seen just as a woman who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she belongs to the world and wherever we go women say she's one of us I couldn't imagine a better role model or a partizan or partner than my mom Chelsea Clinton,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 Senator Hillary 希拉里·克林顿的女次二世 还有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致支持她的事业 希拉里·克林顿将会从全球新书推介之旅当中抽身出来 去到丹佛参加克林顿全球行动计划的年度活议 Let's get started 不过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吉尔兰说 希拉里·克林顿不应该期望她的新书之旅能够为她百分之百加分 希拉里·克林顿上一部回憶录在24小时内卖出四万冊 接近这一名前美国国务卿人士说 他们希望今次销售成绩能够更上一场流 这个情况可以显示她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